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出來 三名圓警廢了九牛二虎之力 要把地上的黑衣男制服 但他奮力抵抗 不斷扭動身體 試圖掙脫圓警的手 會死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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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趕快先打開 不要這樣啦 痛苦哀嚎大吼大叫 引來附近民眾圍觀 男子情緒失控 賴在地上就是不肯走 所有雙手被圓警後背上靠 切到通知是不是 不要這樣 都會斷掉啦 都會斷掉啦 衝突地點就在 人來人往的西門町商圈 原來這名男子 在現場跟反韓人士爆發口獎 遭到圓警制止 一查之下才發現 他的身分居然是一名通緝犯 其實就逼中大媽啦 但是他的言語表面 也不是很清楚 知道他還什麼中華民國萬歲啦 那還什麼資產鬼的話 他的肢體 然後攻擊我們的成員 然後去搶奪那個麥克風 六六號即將舉行罷函投票 反韓團體二十四號晚間在萬華 申請入圈舉辦活動 這名男子到場 就開始跟他們大小聲吵了起來 警方調查證明成 姓男子是台中人 平常在工地打零工 因為竊刀案遭新北地檢署通緝 想不到他沒有躲起來 反而亂入罷函活動 當場被眼睛遠景帶個陣著 陳姓民中他是一個出工 然後最近工作不太順利 然後有一些情緒上的宣洩這樣 這名鋼鐵寒粉沒有理性表達訴求 反而激化雙方對立 結果讓自己通氣犯身份曝光狼狽落網 三星文 萬許志成 台北報導